对于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初选参选来说 这个星期二也就是今天又是一个重要时刻 包括密苏里 伊利诺 北卡罗来纳 鄂亥俄 以及佛罗里达等党代表票仓 今天都进行初选 外界也将今天称为超级星期二第三回合 而对于目前落后的参选来说 今天将是他们维持胜选希望的最后机会 今天将有691张民主党党代表票 以及358张共和党党代表票决定归属 而是否有人能够阻挡川普 也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今天的初选在佛罗里达 伊利诺 密苏里 北卡罗来纳以及俄亥俄州举行 不仅民众有约投票 俄亥俄州州长同时也是参选人的凯西克 也出现在投票站现场 而另一位参选人卢比欧 同样回到了家乡佛罗里达州 面对也许是他政治生涯中 最重要的一次投票 佛罗里达与俄亥俄的党代表票 实行赢者全拿的规定 因此对于参选者来说 这两个州的出选结果对于他们至关重要 民调显示 除了在俄亥俄 川普其他各州都保持顶先 为此他临时决定来到俄亥俄为自己造势 而在佛罗里达 卢比欧仍努力在最后时刻赶超川普 目前排名第二的参选人 克鲁兹也努力在凯西克与卢比欧的家乡争取选票 并希望能够缩小与川普的差距 而在民主党方面 参选人希拉蕊仍在巩固自己在南方的优势 同时也在努力在中西部地区也打开局面 而桑德斯则相信自己在政治议题上的证件 可以帮助他记忆密西根之后 今天再度暴冷击败对手 今天过后初选会呈现怎样的局面 人们拭目以待